我们其实我们都准备好 就是等候通知 用表感的方式 没话说话是可以接受 当然是可以接受 只要我们可以吗 我们都可以接受 历经百年来休业最久的时间后 金融庙口摊商都迫不及待 想要恢复营业 在中央CDC确定7月27号 全国降为第二级后 金融市政府宣布开放餐饮内用 全国知名的金融庙口 与爱斯陆夜市也将如期复业 摊商代表表示 除了依照防疫指引 内用采隔板及梅花座外 更决定继续维持两兆一套的 高规格防疫做法 同时会进行人潮总数管控 采用两兆一套 用隔板梅花座 它的总量管制就这样 反正就配合二级警察这样来做 有没有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做法 可能更加稀罗 以前没有两兆一套 现在两兆一套 以前只要口罩就好了 现在要多一兆一套 当然是有差 然后我们会买QR扣给人家扫描 然后我们的地址广播说 我目前能有情绪是怎样的 如果说太多的话太有情绪 就请他们打击 会担心说因为降旗解封 然后一堆人这样跑过来突然间人潮变很多这样 应该不会 目前这种疫情 大家都已经关那么久都关park 知道这个严重性 假如一个来这么确诊的话 除了避免人潮过于密集 金融庙口暂时不开放中间摆摊外 金融市政府方面也创全国之先 提出庙口夜市加强版十大指引 第一个 所有的摊商都要双照一套 也就是口罩面罩加手套 第二个 所有的摊位店家都需在明显的地方 挂上十连制的QR扣 那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民众在结账之前 要出示简讯给摊商确认 也就是我们夜市的摊位跟店家 全面实施十连制 第三喷煮要有遮兆 饮食区摊位的喷煮区呢 跟用餐区要用隔板来区隔 热食的话需要遮兆 并禁止消费者扑手去触碰熟食 第四用餐区要有隔板或者是梅花座 那桌跟桌之间要保持社交的安全距离 第五桌椅勤倾销 消费者在用完餐之后呢 业者要立即以消毒药水或者是酒精来进行清洁 才能够接待下一组的客人 第六来到夜市要全程戴口罩 除了定点的饮食区之外呢 全程一定要把口罩戴好 第七全面禁止边走边吃还有边喝 第八严禁脱灶抽烟 第九我们在路中是禁止涉滩 那维持整个夜市人流动线的一个盛畅 第十我们也呼吁跟鼓励民众跟消费者 要自带环保的一个餐具跟随身杯 至于各市场部分 牛昌表示包括卡玛丁渔市 摊商能决定维持两兆一套 不过医生分证尾数进行分流的管制措施将取消 卡玛丁的渔市 不管是摊商还是来采买的民众 一律仍然维持双照一套的一个规定跟措施 另外当然量体温跟食言制还是会继续进行 第二有关于市场跟夜市的部分 摊商还是需要维持双照一套的一个措施 民众的话采取食言制 开放饮食的部分依照中央指引来进行 需要梅花座以及隔板 另外夜市跟市场呢 我们会取消身份证分流的措施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